等会儿 怎么样 小小 大家可以来的啊 稍稍等啊 我继续做一个 那 你没脸见人了你 走 陈嘉欣 闭嘴 这里人多 你要不想让你妈丢脸的话 你就补持自然一点 别自己把什么事都给抖出来 保折一下 就是 这件事 别在这儿嚷了 这就是陈嘉欣老家呀 你一去上海你就觉得自己很有出息了是吧 不错了 妈 嘉欣 你老实交代啊 不许撒谎 你妈制屁 那是有绝活的 妈 不错了 要打要骂 随便你吧 嘉欣 卡刷包了尸体难冲了是不是 那你也不能下跪啊 你只要错就好了 我 不就是欠了点钱吗 我们 我们一起想办法就完了 是不是 欠了点钱 你得告诉我 你那钱花在哪儿了 原来妈还不知道我怀孕的事 你愣着干吗呀 我谢谢你妈 谢谢妈 我 我以后一定小心谨慎 再不互乱刷卡了 行了 行了 原来卡了 原来卡 西侍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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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嘉欣 孕 孕 孕吐了 你说什么孕吐 就是 怀孕 吐了 而且被人拍下来 传到网上 现在全是早的都 都知道了 你赶紧他 你 你怀孕了 你 你怀孕了 妈 对不起 妈 陈嘉欣啊 你长本事了啊 交男朋友不跟我说 我居然直接怀孕了 我怎么杀得出你家的女儿啊 她怀孕了她 你别打她 你给我看 我 多看 你 你好好的谈恋爱 我伤害你那不行吗 你等账怎么会给鸡 找窥吃啊 妈 对不起 我错了 嘉欣 那男人呢 她把你肚子捣蛋 她 她把你肚子捣蛋了 这其实也怪不了她 我身在不想打扰她的生活 这孩子我会自己看着处理的吗 你自己处理 你想怎么处理 都这个时候了 陈嘉欣你还在护着她 怎么那么好欺负 你能有点你妈我的样子吗 谁会保护你自己 你说 那个男人是谁 你 你放手 你放手 别打扰 别打扰 我看 你放手 你放手 我就是孩子的爸爸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快走啊 我走什么走啊 我 小子 你来了就别想回去 我本来还怕找不到你 现在你自己上门了 我告诉你 陈嘉欣好欺负 他妈可不 你说 你想怎么负责 说 说 身为上市公司的CEO 亚洲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 面对商业上的危机 我可以冷静在脑中推演出 至少三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是此刻 就算我再冷静 我也只能回答 不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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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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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别管他 你妈这儿给你撑腰呢 以上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真的吗 真的吗 他说的是全部的事实吗 其实 他 还有些事没说 不是 我还有什么 好啊 你还有什么 没说 你走 他即使在帮我 他 在帮我教训之前 那个渣纳前男友 他还帮我在同事面前出气 他在帮我 在帮我 对对对 阿姨 我真的不是故意占加薪便宜的 我们得好好谈谈 都可以 好好谈 这就是你今天来我们家的目的 是 我 SASS 姨 坐他身 爹 别管 妈 坐我看 这小子 一看就有嘴滑舌 找我谈 八千早就想好怎么骗我了吧 我 我告诉你 我才不会上那个当呢 我要直接找你家长谈 我 我找个手机了 来 扒开他眼睛 扒开他眼睛 开开开 开开开开 不行啊 不想联系人 奶奶 不能奶奶 那不是我奶奶 那是我助理 她长得像我奶奶 我就存了个奶奶 别这样 不是 我奶奶在游泳呢 你打电话她也接不到 别这样 我奶奶不管事 你跟我奶奶打解决不了问题 你跟我 来电话了 诗意啊 你 你孙子占了我女儿的便宜 让她怀孕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 金家母啊 好不容易给你偷上电话了 诗意现在在你们家 是不是金家母还不知道呢 得看你们怎么负责 都上热搜了 当然负责呀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 那你把地址发来 我明天一早就到岛上去和你们见面 明天见喽 未来亲家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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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哈哈 我 诗意 你 因为 我 都 好